来关新天气了 今天随着华南云雨区东移 各地的云亮增加 在北部东半部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陆续会有降雨 而且时间越晚 降雨的几率就越高 在入月之后 中南部的平地 也有零星降雨的可能性 外区活动都建议大家 带着雨具备用了 温度方面 各地夜晚清晨 低温大约16到18度 白天气温会比之前 稍微的下降 不过高温还是有 21到25度 感受上还蛮舒适的 而未来一周天气走向 就看到了 这个星期的天气重点 基本上是先湿凉 再回温 到了中日 会有一波明显的降温 来看到今天开始 华南云雨区东移 到了明天周二 东北季风稍微的增强 这三天水气多 各地的云亮也多 北部东半部和中南部山区 会有局部降雨之外 中南部地区 今天晚上到明天 也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到周四开始 气温回升 天气会比较稳定 周六是最温暖的一天 西半部预测高温 可以有25到27度 而到了周日 封面通过 冷气团南下 气温就又要明显的下降了 中部以北低温会降到 大约13度左右 北部东部都有震雨 中南部也有局部短震雨 小丁丁就提醒大家了 今天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 或是低云影响能见度 行车要注意安全 而中南部今天空气品质依旧不好 过敏族群特别留意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喔